这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煎蛋炒饭 炖点三小时 吃了十几份才做出来 没想到这么简单 小伙先把鸡蛋的一面尖焦 翻面 抹上我事先准备好的灵魂酱料 灵魂酱料主要有 蒜蓉酱 番茄酱 孜然等屏幕上的调料 抹在鸡蛋上的酱会慢慢加热 散发出香味 煎熟后把鸡蛋捞出 用底油把洋葱和香肠炒香 倒米饭开大火 再倒刚剩下来的酱 把米饭炒匀后撒一些葱丁丁就可以吃了 为了这个简单好吃的炒饭 基本就告别外卖 就问你怕不怕 你们一定要试一试